有最新調查顯示 疫情爆發了超過兩年 大部分在職的國民已經重回到辦公室 只有一成的人仍然在家工作 謝陽鑫報道 入民意調查公司Ipsos所做的調查 訪問了超過一千名國民 發現有五成八的受訪者指 他們無法遙距工作 另外有兩成三的國民就表示 他們根本無法選擇在家工作 有百分之十五的人就認為 他們在辦公室上班的時候成效更大 只有一成二的人表示 希望見到同事 百分之七的人說 希望將工作生活和家庭生活分開 另外百分之四的人就希望逃離家庭 即使是這樣 但仍有一成二的受訪國民認為 選擇繼續在家工作 即使在疫情之前 他們需要回到辦公室上班 另外百分之八的受訪者就說 他們選擇部分時間在辦公室上班 部分時間在家工作 在一眾在家工作的受訪者當中 有接近一半的人認為 上班的交通是其中一個主要因素 另外三分之一的受訪者就說 在家工作令他們更開心 壓力都沒有那麼大 你讓我來 這個問題 在家工作下班